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一次呢因為很多人其實都在問說這個PSS系統 他到底要怎麼樣去設定才會讓他發揮該有的這個功能 譬如說他可能想要自動回村自動補給但是在設定上呢 卻造成了一些問題他可能死掉之後就只會在村莊裡面然後他不會再出去 那甚至說他的消化品用光了之後呢 回到村莊但是卻發現是死回村莊 那這個問題在哪裡我們今天呢從這個 PSS的介面裡面一個一個一個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這個設定 那主要的部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視窗裡面主要這個部分我們最後再來講我們先從buff這個地方來看 那固定的buff這邊呢這邊簡單來說就是你要用到什麼 藥水 要用到什麼消耗品的話 你都可以把它拉進來 那右邊這邊有一個個別的buff 這個的話就可以放道具跟技能的這個效果 那這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確定這個功能是怎麼樣的話呢可以像我這樣一樣 把滑鼠游標移到 這個他上面的這個文字 他就會跳出這個說明讓你去了解 好那我們簡單看喔 固定buff他這邊有寫嗎 可以設定特定的道具 沒錯 那我們就從消耗品這邊來我們就選過來這個消耗品的地方 然後他這個 圖示啊上面你只要拉對應的這個東西道具就可以了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好那以現在我這個是幻術式的話 第一個加速藥水就是拉這個 加速藥水 那我的永水呢是生命之樹的果實我就把它拉過去 如果是騎士的話你就可以拉這個永水那妖精的話呢去拉金餅啦 然後就是依照這樣的方式自己去 這個 設定 然後這邊有一個料理跟下面這個葉子喔 他這個是其實是一個 額外的這個效果不過來我們看一下料理的話很簡單嘛 料理的話我們就從這個 燙烤的火雞 那這個料理可以在商店裡面買啊看你要拉什麼 都可以然後養生的雞湯可以拉到下面這一個 好這樣的話算是完成初步啦 那如果說你還要再繼續拉的話呢 龍鑽其實也可以拉進去喔 把他拉到這邊來 好然後再來這個地方啊可以拉戰鬥捲 可以把他拉到這邊來 那看你是要什麼樣的戰鬥捲啦 那像我現在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 左邊這邊有一個右邊這邊有一個buff嘛 那buff的話 基本上就看你想要放什麼 譬如說 我想要放這個 換 鏡像 然後 歐級 就把他拉過來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我放個專注 然後再放個 幻覺啊我就這樣隨便拉好隨便拉幾個 看你自己決定你覺得你想要放幾個你就給他拉幾個這樣子 降低負重 看一下有什麼可以放 這個就沒有了 來 這樣子的話我們算是把魔法拉完但是我發現我還有一個東西可以拉就是龍珠 這個龍珠其實大家也很常用嘛 那我們一樣這個可以把拉過來這邊來自動施放使用 好那這樣的話大概初步完成了我們在 個別buff設定的這個 部分然後再來看下面這邊 有可以做這個MP跟HP的這個設定 那我們現在拉一下藥水 他這個藥水其實是這樣 他分成八十六十四十二十 就是在多少趴以下的時候呢 他就會自動去消耗這個水 好那如果說像我現在這邊拉兩個是拉 這個洪水喔那後面這兩個呢其實 你可以自己去拉一些比較好的藥水我看一下我身上有沒有 我身上沒有 其他的這個補充藥水 你可以拉譬如說橙水啊白水啊古代白水都可以去拉 然後這邊的話呢你可以去拉一些這個回復魔力的這個藥水 看一下我身上剛好也沒有啊那這個如果是法師的話其實會比較需要 幻術式的話 大部分還是硬 硬K啊硬K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右邊這邊 這個是變身的這個圖式 那你就很簡單點進去之後看你要變什麼就把它點下去 然後這個是魔法娃娃 魔法娃娃的話從道具欄裡面把它拉過去 放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這一格的話 這個的話是解毒藥水的意思 你就把它拉過來 然後這個的話是伊娃的祝福那小編現在身上沒有這個道具 好 那這個頁面這樣子就算是已經設定完成了 那我們在 切換到下一個頁面之前呢記得按一下儲存 你沒按的話也沒關係你切換頁面的時候他會問你 他問你要不要要不要換 然後再來在戰鬥這個部分啊 首先我們先不要管這個攻擊的技能如果你真的有要用的話再來開 右邊這邊你可以把所有的 功能都把它打開 如果你沒有把一般攻擊打開的話基本上你開PSS功能 他是不會自動去打怪的 然後在這個狩獵搜索範圍啊小編建議直接把它開到最大就是20步 然後主要狩獵這個其實他 正確的名稱應該是 禮貌模式 就是別人打的怪你就不會再去打了 好那他只會去打沒有別人 別人沒有打過的這個怪物 好那其他下面的話 像這個嘗試剪取道具啊你可以 設定是攻擊優先或者是 道具優先 道具優先就是怪物死掉之後他會先撿錢 然後 攻擊優先的話呢就是會先把附近的怪打完之後 再去撿道具喔這個很容易造成到這個寶物的遺失啊 然後再來下面這個 攻擊技能呢 這個就看你要不要放喔如果你要放的話呢剛才我們就講好 如果你要放的話很簡單你就把它拉過去就好了 這樣子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看你幾趴的時候要放什麼技能這個都是可以去用的但是要注意喔 這個地方他沒有辦法放高制也就是說如果你玩的是法師的話 他沒有辦法因為法師的這個高制是治癒技能嘛他不是攻擊技能你是沒有辦法拉的 但是你可以來拉火風暴或是一些比較強的一些法術都可以 好那這個的話再來 你可以有一個依序喔他上面這邊如果說 欸這個條件呢我想要怎麼放的話我就可以這樣拉拉拉 這樣他就會依照我的這個順序去放不過 通常我們很少會去直接這樣用 那如果你有用到的話 這可以會去互相搭配一下 好那MP的話這個也是一樣的不過 MP喔目前看起來好像也沒有什麼 會影響這個MP的這個 這個技能喔小編的 幻術式是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呢我們就 直接把它 把它帶過去因為我自己沒有辦法去用這個功能所以把它帶過去那法師的話其實也很少這樣子的功能 你可能可以拉個 通常都是輔助的技能啦 這個攻擊的技能要用到MP的比較少一點 好然後再來 返回條件這邊喔這裡 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這個返回條件就是你什麼情況下 要自動回春 好那這個 通常只有兩種情況會比較常回春了 應該說三種喔 第一種是HP要玩的時候 好如果你被打 譬如說你的藥水沒了 或是被打到殘血了 然後你這個是不得已要回春的時候你一定要 把這個功能開起來 那這邊的話他可以設定返回條件 最多的話就是20%一下 他就會自動回春然後如果你要要設定MP的話你再把它開起來就好了 這邊最多也是20%以下 最低可以用到5% 好那我因為不需要的話 我就把設定很off 然後 重量超過這個 是指負重啊 那這個就看你自己了 負重的話他可以搭配後面這個道具 道具這個地方去做 設定好然後再來下面這兩個欄位 很重要很重要啦 這個就是很多人 不會回春自動補給的原因好 來 如果說 今天我們需要的道具有 兩種好了 好 我可能 其實通常會有用綠水嗎 我兩種加速藥水 然後回魔藥水補給藥品 通常這種情況下 什麼會先玩呢 我會建議是以水 為優先好 那補給藥品你自己在帶的時候 應該說 那些buff效果的藥品 那些道具你在帶的時候你把數量帶多一點 但是這個 這個 恢復的這個藥水呢 你就要去斟酌一下了 譬如說我現在 我這邊的話你可以自己設定成你要的素質 我這個 洪水低於10的時候呢 我就回春 好那甚至說我也可以設定怎麼樣呢 如果說我的這個 你要設都可以啦 要怎麼設都是水泥 但是基本上 同時滿足這個條件其中一個的時候他就會回春了 譬如說我現在可能龍珠沒了 好龍珠我低於一顆的時候 我就回春去補了 因為龍珠可以增加我們的 這個戰鬥速度嘛 好 這樣子就好了 我這邊設定完 那設定完的話 一樣按儲存 一樣按儲存 不過 待會我們會去練功 這個地方剛才示範的 小編就先把它拿掉 因為我們直接用K的而已 我們待會會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 第三個道具 這個就很重要了 這個上面這個獲得的道具啊 這個的話我是覺得 你可以自己去看狀況要不要去設定 因為 就算你設定了 然後有可能會爆倉 這個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重點來了 下面這個倉庫的部分 這個倉庫的部分 他其實 關注 他其實關係著 你 道具 他會怎麼樣去購買 什麼條件下他會去購買 那我會 怎麼設定呢 這個地方你一定要設定 如果沒有設定的話 角色回尊之後 他可能會直接再回去 戰鬥 這個 你掛機的地方去掛機 那這個的話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沒有補給 好 那這邊的話我的建議是這樣 你就直接切到消耗品這個地方來 然後把你要補充的東西 先把它全部拉進去 我們先不要管數量 先把它全部拉進去 龍珠 然後永水綠水 然後料理再來回卷 瞬卷 我的瞬卷 回卷瞬卷 然後再來 藥水藥水是一定要的 然後藥水完之後呢再來是 如果你是法師的話你需要一些這個魔法材料 好那小編的話呢我看一下喔 這個解毒藥水也要 這個是解狀態的這個一定要 我們一個一個檢查 一個一個檢查 這樣子 變卷也要這個變卷也很重要 這個真的要特別去注意 所有的補給狀態 的這個藥水你都要 然後再來 我們先就來設定數量喔 這邊的話 小編先設定給大家看我我自己是習慣這樣子做設定 就是我都給他設30 我什麼都是30 但是這個順卷的話我會特別是多一點 我設到100 然後 這個 藥水的部分呢我會設成400 他可能會負重不過沒關係 不過沒關係 然後 解毒藥水的部分呢我自己是設100 但是這個就看大家自己怎麼玩了 好然後全部設定完之後 把這個全部打勾起來 好 全部打勾起來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他這個功能其實是這樣 他是會先從你的 倉庫裡面去拿東西 如果你倉庫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他才會去跟商店買 那我相信其實你 通常不會去準備一堆東西放在倉庫裡面去佔格子 你看我這邊就要佔多少格子了 通常不會這樣子做 那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就是 一定他一定會去找NPC買 而且買的速度其實很快很快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按儲存 好這樣子的話 這個頁面 就算是設定完成了 然後最後最後 來這個掛機頁面喔 最後的掛機頁面我們這樣子選 因為小編現在掛的地方呢 大概是在奧塔的 五樓 好我都掛五樓 好 那奧塔五樓掛的地方其實 基本上我是覺得讓他隨機就好 因為 上面的怪物有些地方真的很少 啊有些地方真的很多 那如果我錄製路徑的話呢 好有可能會導致走到一半就被怪物為歐 好 那這個我們怎麼樣去處理呢 這邊 最後喔這邊有一個返回村莊 好那 奧塔的話通常他會回到雅丁 所以我這邊的話我就把他選擇雅丁 好這樣子算 這個地方掛機的地點就設定完成了 然後再來隨機傳送條件 這個就是瞬移啊 那這邊的話我會設定成 50%以下瞬移 因為有時候是被怪物為歐 好那非戰鬥的話 就一直就是說你找怪找太久他就會瞬移 好那這個最多可以設定到10秒 不過我是把他關掉的 然後多數對手就是 你旁邊多少個敵人 或者是怪物的時候他就會飛掉 他就自動飛掉 然後PVP被攻擊的時候 一樣是開起來 你只要被打就飛 被打就飛 好這個地方 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好這樣子的話算是全部都設定完 我們再回過來主要的這個地方 好全部設定完之後你看到這邊 他這邊主要這邊他要寫 路徑開始與歸環的村莊一致 好也就是說他出發的時候因為 在這個雅丁 他有一個NPC其實是在傳送的 好所以那我回到也是回到雅丁 那這樣的話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不用再 傳送到其他村莊 好去額外做一些其他的這個花費 好不用 然後再來 他會告訴你說你身材還有幾個迴捲 然後 你的這個回村的條件是不是已經有設定好了 那這個都是有寫 設定設定就是已經設定好了 那我現在有9張迴捲 然後再來喔 出發之前從村莊領這個buff 這個是每一個村莊都有一個buff的這個魔法 商人啊 他是花1000 金幣 就可以拿buff 然後死亡經驗值復原 你看一下 這個自己看一下要不要 要不要開啊 目前我是 我是都把它打開但是 以後的話正式版的情況下 你可能會要注意一下 如果自動 自動去領 經驗值的話 他有可能會一些損失 然後再來 出現條件 其實就是出發條件喔 出發條件就是你出發去掛機的這個條件 那我設定成 80塊以上 然後開 MP的話我就不理他 MP的話就不理他 因為有時候會負重 所以就不理他 那HP的話可以靠藥水來補給這樣子 然後再來 PSS 就是這個系統什麼時候要 讓他關閉喔 第一個就是角色死掉 其實你可以去設定一下 如果你 每次死掉這個 復活次數喔 我是不知道他這個裡面設定是怎麼樣 但是 如果是在什麼 天堂M的話 他是有 70級以上 他是 可以死兩次 免費的 那這個地方其實類似這種 這種概念 你這邊可以設定你10幾次 就不要再掛機喔 他就會直接停在村莊裡面 那這邊的話我就設定死亡一次 然後非戰鬥的話呢 你可以設定一下 50 這樣子 5分鐘10分鐘 如果說沒有這個 去打怪的話 沒有打到怪物的話 他就停止掛機 或者是你 完全 就是 只要任何情況下返回村莊 他就會掛機 不過這個就看自己 自己 如果說 返回村莊 其實他包括的是補給 他只要一回來補給的話 就off的話 這樣子基本上 你是沒有辦法持續掛機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 我們所有的這個 這個設定喔 那 最後一樣 要按下儲存喔 每一個步驟 做完之後 你都按下儲存 好 然後 再來就是實戰了 我們就實際來 開始 來打給大家看 看這樣子 打起來效果會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現在所在位置是在蘭柳村莊嘛 那我們現在喔 就開始 去做這個掛機 來 好PSS進行中 他現在已經飛到這個雅丁村莊 飛到雅丁村莊之後呢 他待會會去找這個倉庫 補 然後去看他這些道具有沒有夠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我右邊這邊的數量 他待會會去補 他現在要去補了 OK 補到我剛設定的數量了 我畫面有點lag喔 沒關係 那我現在你可以看一下我現在的狀態已經是在這個跑步 那這個就是拿魔法效果 拿魔法buff的效果 然後現在差不多 準備完成了 我們要直接出發去打怪了 OK好 這樣子他就已經 自己出發到這個阿曼之塔五樓 就是我們選擇的這個掛機地點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 中途有被怪為歐 到一個什麼 比較危險的階段的時候他會是怎樣的狀況 這怪有點多我們自己順利 怪有點少我們自己順利 我們去找怪多的地方 好來看一下 現在遇到第1隻怪物了 現在遇到第1隻怪物了 其實他的攻速是很快啦 只是小編的電腦在lag 所以大家可以忽略一下那個畫面上的攻速 要不然怎麼可能砍幾刀這個怪物就死掉了 呵呵 不可能不可能 這個是畫面的lag啦 因為同時錄影喔 這個請大家 這個多單待喔 我們看一下現在的HP都還很足夠喔 好來 我們飛到很多怪的地方看一下 來了這邊怪比較多了喔 3隻維歐看有沒有機會觸發瞬移喔 4隻5隻6隻可以 應該有機會觸發瞬移 好有機會喔有機會喔 好到了 喔有沒有 他的格子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就我們剛設定的嘛 50% 他就會這個瞬移喔 那 差不多因為 我們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可能要打很久的時間喔 所以 大概我們的這個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說你 還不知道怎麼樣去設定這個PSS系統的話 相信上面這一些教學 告訴你之後你照著一步一步做 就會很快速 而且很正確的把這個PSS系統 把它設定好 當然 有一個地方要值得注意 值得你去研究是因為 每一個職業他設定的這個方式 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你的技能怎麼放 這個是需要去研究的 那這個的話 小編沒有辦法透過一個影片一個職業 來跟大家做非常非常全面的解釋 那這個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 要幫小編訂閱一下 我們會 不定期的 來分享一些這個 天堂M 或是天堂R 上面的一些資訊給大家 那我是小編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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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